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您好我是李诺亚 旧金山只有90万居民 按照居民人口 旧金山排名全美第17大城市 但是旧金山人口密度极高 每平方英里就住了多达19000人 让旧金山成为美国人口密度第二高的城市 旧金山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 是Tenderloin的三个街区 0.01平方英里的区域内就住了2300人 相当于每平方英里就住了22万人 当地人口密度比旧金山的平均人口密度高出了12倍 去年人口普查旧金山是美国人口第二稠密的大城市 仅次于纽约 但是旧金山市内人口密度分布并不平均 过去10年旧金山人口成长了8.5% 10年间增加了将近7万人 旧金山市人口最密集的部分位于市中心 尤其是Tenderloin 华步还有金融区南海滩区域 旧金山日落区人口密度最低 每平方英里大约只有900名居民 比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低了20倍 也比Tenderloin最拥挤的地区密度低了250倍 新闻君关心 今年感恩节假期 旧金山机场出国旅游人数超过了33万人 是去年感恩节出游人数的两倍之多 旅游业逐渐恢复生机 感恩节旅游人数反映出了民众对出游的信心 今年出国人潮在线 让旅游业者士气大振 过去一年多 美国航空旅游业低迷不振 今年感恩节假期 旅游业好不容易出现生机 但是最近又出现了Omicron变种病毒 Omicron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归类为高关注变异病毒 Omicron最早在南非被发现 虽然全球目前只传出了大约100个Omicron确诊病例 但是Omicron已经陆续在欧洲和亚洲地区出现 拜登政府已经发布旅游禁令 禁止南非和其他非洲国家的旅客入境美国 目前湾区三大机场 旧金山、Oakland、San Jose机场 都没有飞往南非等地的航班 不过旧金山机场作业规模最大的联合航空公司 仍然计划会在近日内开启从东海岸 飞往奈吉利亚、加纳以及南非开普敦的航班 感谢收看 下次见